桃園日前所发生的违建保林球馆大火 造成六名消防队员罹难的不幸 新任的县市首长现在都把拆除违建列为市政首要 不过呢六都的效率有相当大的差别 其中高雄市政府一年的拆除预算300多万 预算之少是名列六都当中倒数第二 结果去年短短一年拆除了有8000多件的违建 那么绩效可以说是六都之冠 反观桃園市拆除的经费有1500万是高雄的五倍 但是去年只拆除了253件的违建 执行力恐怕是尽陪莫作 两辆车十多名拆除队员一早就到高雄市 左营区的违建现场上工 带队的分队长看着现场图指挥调度 工人立刻按照指示拿着工具爬上屋顶拆除铁皮 短短几小时15平的夜店违建就拆除了一大半 违建的部分我们是全部要指定拆除 面积有多少 它违建的面积大概有15平 高雄市的违建拆除动作效率真的很高 以这栋业电违建来说 上个月才接获检举 市府原本给业者一个月时间自行拆除 结果期限一到违建依然在 拆除大队二话不说立刻产服违建 更难能可贵的是 高雄市去年拆除经费350万元 却在短短一年拆除了超过8000件的违建 绩效26度 有通知他在期限内要执行 那因为他已经超过我们规定他要自己拆除的期限 就有三个班的人力来执行这个拆除工作 20号凌晨发生在桃园的违建保龄球馆大火 不幸夺走6名消防队员的宝贵性命 各县市首长现在都把拆除违建 当作优先处理的第一要务 但看看去年的拆除统计 拥有800万经费的台北市 代拆违建8000多件 拆除违建数4642件 新北市有3500万的预算 一年也才拆了9000件 桃园的预算不少 但竟然只拆除253件执行力最差 而高雄市拆除预算300多万 却在一年内拆除了8000多件的违建 经费少却绩效高 拿下6度之管 出入比较频繁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对这种行业 我们是把它列入优先拆除的部分 高雄市拆除大队编列70多名的队员 市府谦虚的说没有特别的paypal 就是秉持急报急拆的原则 反观其他县市 有些单位在拆除部分违建后 其余的让业者牵节自行拆除 结果业者反而趁机复原还继续营业 结果反反复复 不但让拆除工人白忙一场 更让拆除违建变得非常没有效率 接着陈生意包经营 高雄报道